近几年,台湾艺人前扑后继赴中国发展,并积极在政治上表态,引发了正反讨论。 有人认为这些艺人向人民币低头,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为了突破表演事业,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 而长期观察,两岸影视圈的台剧导演汪宜兴表示, 其实中国官方最常使用一套养套杀的策略, 是让艺人赚宝人民币,再把你套住,让你离不开中国,再要求你做出政治表态。 若是不从,可能会面临新戏无法上映,或是活动宣传,受阻等后果,让艺人沦为文化统战的棋子。 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带你了解,台湾艺人吸进中国背后,您所不知道的荧光幕后的秘心。 变化让对岸小粉红高潮,却让台湾粉丝伤痛进中国经纪公司的金马影帝吴康仁, 也在微博写下祝福锦秀中。 我不太相信这些人去了大陆,就不认同台湾了,政治归政治,文化归虎。 我叫陈一涵,我来自中国台湾,我是台北,长大,但是我是广东人。 他可以捧红你,也可以帮你狠狠摔下来,也是养涛杀的一个方式。 电影老狐狸中,资深演员陈穆毅精湛演技,让他夺得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得奖后,他在脸书发表感言写道,我坚信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于当时适逢总统大选前夕,格外引发关注。 此话一出,不仅让得奖电影无法进军中国,也没有新戏再找上他。 我这种没有要去中国,我这种,只有我这种,我这种在台湾讲这样的话的人,我也没有戏可以拍。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台湾的戏剧圈,你们到底自己要干什么,对不对? 这样说也不过,这样说也不过,我知道,这是台湾戏剧最惨的一部分。 去人化,每个人都被抹平掉。 就算没戏约,陈沐毅也坚持留在台湾等待机会。 但看着同行一个个到中国发展,难道不行动吗?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陈沐毅也曾受邀到对岸拍戏, 演的还是央视与湖南卫视的两档连续剧。 都已经圈口跟我讲,要留在那边帮忙倒戏各种。 但是我没有,我真的很大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很清楚我是一个,是一个很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所以我最后就是不要无条件事。 因为我本来就知道那个国家,那个国家是, 不是无法治的,还是人类的,人治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危险的。 但我去拍戏的时候都还不错,就当时还蛮快乐。 我不管你什么创业计划,我今天来就是要看到钱。 陈沐毅当年附中工作,与现今两岸情势截然不同, 既不用被逼着表态,也无需发文祝贺中国国庆。 然而十多年后的今天, 却有越来越多西境对岸的艺人纷纷表达认同中国。 他们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情势。 再者,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真的大到让他们甘愿冒着被台湾民众批评的风险吗? 或许一切先从中国娱乐产业近20年的发展,开始说起。 目前有12000多名影视剧组工作人员, 在航电片厂奔波忙碌。 2000年初,中共为了提升影视产业, 曾高薪挖角许多台湾影视人员到对岸传授专业技术。 知名台剧国际桥台社导演王怡欣, 当时也曾到对岸工作多年, 熟悉当地演艺群环境。 他表示,中国慈悉台湾人才后, 十年前又转向韩国取经。 因为韩国的很多模式成功, 所以中国是付钱去买它的IP, 或买它的操作。 韩国人是整团人, 过去中国帮它操作。 现在他也不稀罕韩国人。 那如果说他know how有, 加上他有这么大的量, 他的那个影视作品跟行业这个圈圈的能量就很大。 唱得漂亮,很好。 是,是。 我跟你讲, 我转身除了他唱得好以外, 有一半是我看到纳英转过来那个脸, 太好笑了。 复制贴上韩国与台湾影视歌的操作模式后, 中国娱乐市场逐渐变得壮大。 加上端酬劳是台湾的五倍, 甚至是十倍之多, 因此不少艺人趋直若鹜。 但到了2012年, 中国主席习近平上台, 对岸影视政策紧缩, 中共法令更直接强力介入演绎活动。 像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终究明定, 表演活动不得危害主权和领土完整, 个体演员也得向政府注册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 不只是演员, 包含工作人员去, 都要签一份, 就合约上都特别注明一条说, 如果你因为主张台独, 你因为不支持中国统一, 害这部片被抵制啊, 不能上党啊,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要由你个人来承担。 那这个以外还有更细的东西, 比方说呢, 它通过一个叫做, 叫做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 通常是中国有自己经纪, 去管这些台湾艺人嘛, 全面地去管理, 那个管理这一些演艺人员的政治表现, 这经纪人员是属于党的。 中国官方多管齐下, 接着利用一连串套路, 让艺人掉进精心安排的布局里, 它可以捧红你, 也可以把你狠狠摔下来, 就看你究竟听不听话, 把你套进来之后, 就是开始养套杀的过程, 先养就是给你很好的植物, 住房、铃声养, 套就是让你离不开中国, 你只能在中国发展。 艺人被套牢后, 中共开始要求对方表达立场, 尤其每到10月1日中国国庆, 或是敏感时刻, 不少台湾艺人都会在微博转发文章。 不止5月天蔡逸琳纷纷表态, 杨成令和配层整人都转发央视帖文, 政治表态运动的高峰就发生在520总统就职典礼后, 让人质疑台湾艺人是不是受到庞大压力。 这是一场接力式的表达, 两岸都是中国人, 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这样的真情流露, 背后藏着许多不能说的秘密, 如果艺人表态的不够到位, 还会被俗称小粉红的中国网军围攻。 你看到吴康仁承受很多中国共产党, 网军的攻击, 说你说得不够红, 说得警秀中华还是摆脱不了, 你就应该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就让这个人不断受到内外的那种攻击, 靠你在那个地方观察你, 所以你看那些本土艺人, 一个人或者一个几个经济公司, 你怎么抵抗整个中共的党国机器, 如果你不做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演唱会你可能就不用开了, 明年的演唱会你可能就不用开了, 你如果拒绝我的邀请的话, 你开演唱会, 让我马上出报道说你对准, 譬如说像这样, 所以它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呢, 因为你已经习惯于它的利益, 所以到最后如果把你利益抽掉, 你就会紧张。 像是曾以翻滚吧阿信拿下台北电影节南配角奖的演员柯宇伦, 在2016年被指出支持太阳花运动和台独后, 直接被中国撤下已经演好的三部作品, 除了让戏无法上映, 中国也会以茶碎, 或是用安全为由管控演唱会活动人数等方式, 让承办当位及经纪公司承受巨大的压力, 逼得一人就犯。 各种节日或各个有目的的发文, 当然就是经纪公司在背后操作的, 那只是, 只是有些人他已经选好边了, 比如像欧阳娜娜,像黄安, 他已经是完全选好边了, 所以他会有各式各样的, 你看起来就是垃圾的发文, 可是这个是选择, 他也选好要被你骂, 所以他发文非常事无忌惮, 那可是大部分的演员或工作人员是这样。 有艺人只是单纯请贺中国国庆, 有人则是立场鲜明, 直接称呼中国为祖国, 但也有人选择不赚人民币。 日前许多歌手演员在微博转发反台独文章时, 资深艺人杨秀慧则逆风表示, 自己是台湾人, 就算没赚人民币也能活得好好的, 引起两岸网友论战。 因为我个人我就是不想离开家, 因为我就比较不在意钱不钱的嘛, 如果是我去那边他叫我表态, 我还是说我是台湾人, 不用我不用我就拉倒啊, 你不能为了要赚钱, 然后忘记你的根在哪里, 对,那当然他们是出于无奈的。 杨秀慧向记者透露, 中国电视台也曾找过他演出连续剧, 但他考虑拍摄其较长, 无法离开家里太久, 加上立场不同, 因此作罢。 现在人因为去那边赚钱, 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很可惜, 不是说赚那边的钱很可惜, 很可惜是什么, 在那边落地生根了, 在那边买房了, 在那边赚到钱, 你钱怎么拿回来, 拿不回来, 你就要编那边的人。 最可怕的就是, 有时候他会像他们那边人也是一样, 什么逃漏税, 什么一罚就罚好几亿人民币。 问题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艺人不振少数, 他们不全然是为人民币低头, 而是想追求事业发展, 希望借此走上国际舞台。 政治归政治, 文化归文化, 我认为在文化上头, 我们都强调民主自由, 我不太相信这些人去了大陆, 就不认同台湾了, 因为大家的跟在台湾, 家在台湾, 他不可能抛弃台湾的, 对他们来讲去大陆, 他可能是一种挑战, 他可能是一种文化上, 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常年在中国耕耘的电影学者, 焦雄亭认为, 以戏剧电影创作而言, 两岸三地各有所长, 中国着重历史与大社会的严肃议题, 香港盛常商业片, 台湾则强调人文与小人物故事, 中港台间本来就该互相交流。 在大陆生存并不容易, 但是他今天如果有机会去大陆竞争,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身负重任, 也是对我们来讲, 也是传播有一种台湾的, 某些人才积极的感觉。 其实每个人在职业生涯上, 都有对更大市场, 更高挑战的向往, 这是人性。 如果你的想法怎么应对, 那你就去吧。 如果你得为了你的生计, 或者为了你其他什么原因, 开始回来, 我就会羞辱或者攻击你的母国, 我认为这就卖台。 如果没有, 我觉得我们应该宽容一点。 也就是说, 就算艺人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还是该有一定的限度, 像是转贴中国围台军演贴文, 心同负荷中共对台的武力胁迫, 台湾人民当然观感不佳。 另外, 民众忧心的还有, 过去声援太阳化运动, 或香港雨伞革命的歌手或演员, 原本的爱台形象鲜明, 如今都对中国表达友好, 不免让部分粉丝感到失望。 其实中国的重点并不是说, 我今天这一次我要影响多少台湾人, 而是让你习惯。 然后而且越来越偏台派的音乐者, 甚至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你会发现, 那个愤怒值会一直往下掉, 因为它发生了太多了, 就跟君演一样嘛, 第一次你会觉得, 哦,害怕, 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的时候, 你就开始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 犹如温水煮青蛙, 最终达到中国文化统战的目的, 但艺人纷纷袭紧的背后, 除了批判担忧之余, 台湾的影视环境, 是否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专家举韩国为例, 韩流之所以能从亚洲吹向全球, 就是因为25年前, 时任总统金大忠, 请国家之力, 培植南韩的文化影视产业, 才有今日的寒流旋风。 解放式, 台湾的影视环境能不能再好一点, 对于影视战略, 台湾政府能不能再更清晰一点, 台湾年年在喊, 台湾的什么故事要推向国际, 然后年年在喊, 喊了多少年呢? 结果呢? 台湾公司, 三、二、三、二、三、 或许我们先提升国内影视产业与量能, 并有策略的布局国际市场, 才能留住人才, 也更能有效防堵敌国的文化神头。